2022年快要過了 你記不記得今年發生過什麼事呢? 十件大事,我們一起數榜 8月,爆出多個港人被賣豬仔去到東南亞國家 他們以為可以賺快錢 誰知去到那邊才知道是詐騙、中人禁錮 被迫做電騙和網騙 甚至被毆打和電擊 更加恐怖的是,有傳去到緬甸KK園區 隨時會被活摘器官無命 直到現在,香港保安局專責小組 已經協助最少21個求助人安全返港 1月,當個高官和議員出席洪門宴 涉及違反防疫規例 當日洪門宴有過百人 有人拍到出席者沒有戴口罩聊天 其後兩人確診 去過的官員和議員全部要送到足高灣檢疫 當時正值爆發第五波疫情 官員被指作壞榜樣 市任特首林鄭月娥調查後 說三個人違規 其中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 隨英偉自動請辭 10月,警察抓了7個私家醫生 涉嫌濫發免針子 他們總共發了兩萬多張免針子 每張定價500至3000元 政府之後宣布那些免針子將會失效 長洲覆核狂獲卓堅覆核勝訴 其後政府修例 賦予醫衛局局長在特定情況下 可以廢除免針子 勞總貿就宣布 那批免針子在11月9日全部失效 年尾港鐵接連發生意外 11月中 全灣線由華底站列車脫門 服務受了超過12小時 去到12月頭 將軍澳線列車 在將軍澳站時後脫卡 大約1500個乘客要走路軌走 不過也有好事 五月東鐵線過一段通車 由上水去金鐘 只需要大約40分鐘 金鐘站就成為了超級轉車站 匯聚了4條線 市民出行更加方便了 7月南團MIRROR紅館演唱會 大屏幕掉下來 壓傷了兩個舞蹈員 其中李啟然阿摩被壓傷了頸椎 到現在仍然留意 警方在11月說 演唱會六個屏幕重大約9,850磅 但工程公司藝能申報是3,600磅 實際的重量是申報的大約2.7倍 警方抓了五個承辦商的員工 涉嫌欺詐和容許物件由高處墮下 今年黎智英被多宗案件前身 包括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 原定12月開審 他聘用英國與用大律師天摩雲代表抗辯 莫法庭批准 但律政司反對 上訴去到終審法院 但敗訴 特區政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案件排期到下年9月再審 另外黎智英因為違反租契 經審訊後被裁定欺詐罪成 判囚5年9個月 7月李家超登上了香港最高位 政府亦換屆 4月李家超辭任政務司司長宣布參選 到5月他以99%得票率當選特首 強調以結果為目標 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新政府同日上任 增加去到3司、3副司、15局 6個司局長留任 4個立法會議員轉跑道 李家超在10月公布首份施政報告 推出搶人財、簡約公屋等重點政策 11月他第一次以特首身份外訪去到曼宮 出席APEC會議 回來香港之後中招 去到今個月首次上京述職 2022年香港還未逃離新冠疫情 年初輸入了變種病毒Omicron 國泰空少 不過空姐引爆了第五波疫情 香港每天的確診數字不斷升 公立醫院面臨崩潰 急症室床位供不認求 大量的病人要在寒風之下露天等 甚至傳出有病人要與屍體共處一室 3月達至疫情頂峰 單日中數突破了7萬宗 在這一年香港有超過255萬人確診 整年裡通關議題鬧得熱烘烘 新政府上任之後逐步放寬入境限制 8月放寬去到3加4 9月再放寬去到0加3 和取消入境內客酒店隔離 鼓勵了大批市民外遊 但是被指未夠力度去吸引遊客 去到12月全面放寬去到0加0 外遊反港亦都免檢疫 而近日內地宣布 2023年的1月8日開始鬆綁防疫措施 特區政府說期望1月15日之前 落實與內地通關 而初期每日會有限額 6月30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 習近平坐高鐵來香港 在高鐵細的農站發表了簡短講話 之後就馬不停提展開了各項行程 包括去科學園 視察香港的創科發展 第二天在會議展覽中心 外大六屆特區政府監禧 並且發表了重要講話 就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提出了4點要求 就香港開創新局面 實現新飛躍提出4點希望 現在香港已經踏上復償之路 只望未來2023年期望能夠 高別疫情活得更好